议会开议这天 国民党团一开始就不满市府提出的 李林编组调整案提出异议 认为没有经过通盘的考量 就仓促过关 决定发动杯葛议事 不但诈领主席台抢走议事锤 过程中还一度爆发推挤冲突 还有议员甚至因此挂彩 也造成议事多次的中断 最后双方没有结论 议长连议事锤都没有办法敲 就宣布散会 让原本吵闹的议事堂 就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结束 首举标语高喊口号 议事堂上蓝绿双方互不相让 因为不满市府提出的 李林编组调整案 没有经过通盘考量 就要仓促过关 因此国民党决定要杯葛到底 也让议事堂事吵成一片 牵涉到我们的李明 李明所有的书件 全部要改 户口民部要改 驾照要改 营利事业登记要改 身份证要改 你们市政府准备好了吗 李明准备好了吗 你们只找了里长 你们没有向李明来沟通 让李明了解怎么分 由于民进党团要求要发动表决请议长财势 但国民党团则坚持认为应该全案退回 因此多次号召多位党籍议员占领主席台 甚至还趁乱抢走议事锤 过程当中一度爆发推起冲突 由议员还因此挂彩造成议事一度中断 你都抢意识锤 不准中意识堂 不准中处训 不乎啦 你都要在哪里 你都绑架 意识堂绑架 在议会里面难免为了各自的理念 会有互相的拉扯 大概有十公分 可能就被抓伤嘛 然后有一点出血 刚刚同事帮我擦那个面树立达姆汉 就醒眼会很刺痛的感觉 混乱当中 议长连意识锤都没办法敲就宣布散会 留下现场一片错愕 也让最后一天的会期 在莫名其妙的状况下结束 介绍摩汉台中采访报道